好 您刚看到这个辅大生的命案 其实有三个关键人 就是法师 凶手 还有防证 而整个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呢 丧命的陈姓女大生实在太过于迷信 因为她为情所困 结果一步一步自己走向了死亡的陷阱 因为她被前男友劈腿时 找上了理性法师来做法 法师疑似要她裸身脱光光来化服 女大生居然照办 而且还间接透过了法师来认识呢 杀人凶贤也就是这个真姓社的老板黄文静 后来想要挽回黄文静 又想要找法师 自己变成了小四 被黄文静所指使的共犯 骗她到嘉义 却是计划把她杀害埋事业外 拿起毛笔 正笔集书 写下符咒 上面的陈姓女大生 就是找上她做法 要挽回前男友的感情 透过一位网友介绍 说她的那个感情有问题 男朋友 外面有别的女生 然后跟她断交这样 女大生跟法师密集通信 内容都是为了跟男友复合 当时一心想挽回 什么事都肯做 检警调查 99年11月 曾经女大生因为男友劈腿 找上李姓法师 疑似被要求脱光光 在身上化服 女大生病急乱投衣照办 却感觉没用 又想找出这些情敌地址 李姓法师便介绍真姓业者黄文静 结果被骗光财产又甩了她 女大生一片痴情 又想找法师挽回黄文静 被黄文静找来假冒法师助理的 失信男子 引诱女大生到嘉义 却走上黄泉路 那当然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个女生她是要断 她男朋友的桃花 也不可能说是在身上化服 否认鲁生化服 黄文静也是网友介绍 不过专家表示 一般斩桃花 即使要近身也只是用火卷吹奏 根本不会碰触身体 无论是做和和也好 或是做斩桃花也好 我们身体是尽量不去碰触 因为会去碰触到身体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后续的问题会蛮多的 女大生过度迷信 对感情又太执着 一步步掉入凶险的躲命陷阱 记得火车能中观展 新北市报道 我们下车能中观展